抗议警察星期二击毙男子史考特的示威 昨晚在北卡州夏洛特市持续进行 并且进行到今天的清晨 北卡州长已经在昨晚宣布夏洛特市进入紧急状态 并且调派国民兵和州警协助维持治安 今天下午已经看到国民兵进驻夏洛特 夏洛特市的警长普特尼今天表示 警方不打算公开事发当时的警车摄影记录 普特尼警长表示将一个人最糟糕的一天 公诸于众非常不适合 史考特的家人稍早提出查看视频的要求 并在今天观看警车的摄影记录 不过普特尼警长表示 视频将不会是史考特用枪对着警察的决定性证据 其他证据和证人的证词都为警察是在史考特 拒绝放下武器后开枪的说法提出了证据 普特尼也说对史考特开枪的非洲裔警员文森 当时没有随身佩戴摄影机 由于当地暴力抗议持续进行 今天普特尼警长也在记者会上警告说 警方不会容忍抗议者的劫掠和破坏行为 昨天到今早的暴力抗议 造成至少9位民众和5名警员负伤 有40多人被逮捕